寶寶 寶寶 您寶寶 寶寶你来告诉妈妈 你说妈妈是不是又冲动了 寶寶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开始吧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Audr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其实我想开始一个稍微特别一点的系列 就是我们的Vlogmas 对不对 宝宝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yeah give me five 其实我又冲动了 就像我一开始 在视频一开始有讲 我真的就纠结了很久 要不要做Vlogmas 想了半天呢 那其实觉得就实际不是很成熟 因为照顾一个云宝宝 加上我平时日常要做的事情 已经非常非常忙了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一代开始Vlogmas 我有没有办法很好的 就是很坚持 保持高质量的把它继续 因为在我的频道上 我其实还是把我视频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呢 思前想后思前想后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抵挡 就内心真的有这样子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 一种冲动 我很想很想来尝试一下做Vlogmas 一方面呢是想记录我们的生活 记录我们14个月的云宝宝 以及我们家庭在这个很特殊的一年 是不是疫情的一年的一些生活的点滴 另一方面呢 想挑战一下自己 妈妈剪片的能力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我既然决定了开始 就会好好的完成它 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是做25天的还是31天的 但是我已经决定开始了 对 所以December12月这一个月 就是我们的Vlogmas month 对不对 Vlogmas 其实我有想很久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家其实也不出门 也不干什么事情 只是记录我们家庭的日常会不会有点太无聊 但是我后来想想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我都可以去做 所以我的Vlogmas 不会只是每天都是Vlog 日常这样子 我偶尔也会分享一些 就生活中别的东西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我打算做一些 Question of the day 或者Q&A之类的主题 我也会去做一些护肤啊 美妆类的啊 育婴类的 等等等等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纯Daily Vlog 每天记录生活这样子的Vlogmas 那不妨说它是一个 就是我坚持产出事 视频的一个月 但是会有比平时多的多的生活记录 是不是 说不定在这个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 云云鸭鸭鸭学语 她的一些第一次说的一些话 对不对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很期待的 虽然有点紧张 有点担心自己做不好 甚至今天早上我都还在纠结 哦对了 更新频率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很难做到每一天都更新日更 所以我现在计划是两天或者三天更新一次 应该大概率或是三天更新一次 这样子会保持这样子的频率 可能就是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这样子 出一个视频之类的 当然如果说我觉得内容特别多 可以一天也做一个完整的视频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一天出一个这样子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个Vlogmas 这些谣言之类的 周々 周周 周 гру 周 Pet 我们云云刚刚吃过午饭 所以现在把她放到她的play night上面去玩一会儿 好了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是不是云云 我们一会儿再见 这个小可爱是谁 这个小可爱是谁 我们来读这几本好不好 POPPY SAYS HELLO 还有小熊宝宝系列的两本书 好不好 来妈妈来了 新宝宝 拜拜 我们先来读小熊宝宝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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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对了对 然后我检查一下 其实我收到的就是这个 我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不拆开来 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是要退的 我确认过这个是完整的 就可以退的时候 没有问题就OK了 然后我把这个 都放起来 我把我打算留的那个给大家看 我到底开箱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呢 有拍另一个开箱视频 但是我之前还没有打算好怎么发 但现在我想好 既然有一个比较曲折的故事 可以讲给大家听 那我就可以给大家看 对这个呢就是我打算保留的 也是我之前开箱的那一个 就是一个Chanel的Medium Classic Fat 中号的一个它家的CF 这一个其实还蛮曲折的 因为之前这一款其实在美国都是断货 主要是在就加州我们家住的附近 其实都是断货 我之前有发短信 我打电话去订 但是其实都没有订到 但是我联系了两个不同店里的Sales Associate 然后他们呢都跟我说 没问题 我可以帮你放在waitlist上 我可以让你就是等待 如果说等他到了 那我会通知你 结果其中有一个 也就是先通知我的这一个 他还挺好的 他先发了短信 他说you will be on top of my list 然后等到了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 他当时早上联系我 然后他说我们有货了 我等了差不多有三个星期四周的样子 然后呢他问我需不需要我寄给你 然后我说好的你寄给我吧 然后很快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寄出来 结果另一个同一天的下午 我们发现我们的那个卡上 竟然还有第二笔一模一样的消费 就觉得很奇怪说 嗯我们不是已经订好了 结果谁知道另一个Sales Associate 这个男生他有点不讲武德 他没有通知我就提前把他寄过来了 就给我发了个email 然后发了个email就跟我说是一个receipt 也不给我任何的tracking number 就追踪号啊运单号之类的 什么都没有 那竟然就 莫名其妙就 付了两倍的钱就给我寄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有两个这个包 但是其中有一个我是要退的 我本来想说我要不要两个包里面挑一下 怎么怎么样 但我后来觉得还是不要了 因为我比较想跟那个第一个 也就是那个比较好的 先提前通知我的那个女生买 然后那个男生那个 我就打算就直接退掉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就觉得还蛮乌龙的这件事情 他竟然也不提前通知我 也不跟我说直接charge我的credit card 同样一模一样situation 我都是把自己名字 放在两个不同的店的wayless上 另一个就很好的有通知我啊 对但我还是要打开来检查一下 大家肯定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开箱 我要检查一下这个东西是完好的 这样我去退 我也知道里面是什么 然后不打算打开来仔细看 那这个呢就是我前两天收到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把我那个开箱的视频 放在视频的最后 那个其实是我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个开箱经历 也是我购买过的 心动了很久 喜欢了很久 并且会一直一直一直喜欢下去的一个包 怎么说呢 就当时要的还蛮曲折的 我去店里问他们都说 其实以前CF在美国至少在洛杉矶 就加州这边 不怎么会断货的 但是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跟疫情有关吧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了 尤其是这个经链的 店里当时他们说好像是有盈链的问我要不要 两个人都给我发了盈链的照片问我要不要 我说我不想要盈链的 我就是想要经链的 很奇怪 他们说以前就是no one was looking at them 他们店里一直都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疫情发生之后 就很多时候他就没有接 而且他们说他们一直有新款到店 但是却没有这样的经典款 可能闪到这个品牌 就希望大家能够现在多去购买一些当机款 一些新款 而不是这些经典款 总而言之非常非常开心 以前我以为它是个很经典很优雅 比较成熟的款式 但我现在觉得它也可以很休闲 也可以很edgy也可以很年轻 所以我很开心现在有了它 这个就是一个made in France的法国产的 我想要的那种款式 我觉得相比之下 我肯定想要一个法国的更多一些 对 好啦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开箱的一个片段 没想到vlogmas第一天就可以有这个开箱 我们一会儿有别的时候再见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另外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去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And I'll give you ice Maybe then You will fit twice I don't want you to turn around I just want somebody right I poke you and push you down But I want you in my life Can you take The sugar and spice I'm not perfect And I'll show you why Maybe then You will fit twice But my head Splits a little bit wide Maybe then You will fit twice I don't want you to turn around I just want somebody right I poke you and push you down But I want you in my life Can you take The sugar and spice To be truthful I'll rise a lie If it means You'll stay inside And now you know What's on my mind How are you ready now You've been Twice I'll see you in my mind But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He'll see you in the next της We'll see you all And th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一天的内容呢 其实也差不多了 vlogmas day one就这样完成啦 如果大家有别的 想在vlogmas看到的内容呢 记得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主题 了 avenue在找我了 我得看进去了 我会录给大家看的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这个是我们的晚饭 双蛋的炸酱味火鸡面 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炸酱味肯定很黑暗 结果呢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 还有这个午餐肉 这个是我们家最厉害的 最会做方便面的大厨递真的手艺 双蛋 溏心的 我刚刚戳开了我才发现 我在拍vlogmas我都忘了 你真棒 你怎么太羞了 我很棒 我也爱你 我最爱你 我最爱你 有种发样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 因为 我的礼物寄到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 包括我看开箱视频也最最喜欢看别人 就是打开这个 看到这个包装应该能拆出来的 就是它啦 哇我想要了很久的一个 Chanel Classic Slap Medium 是cavier 鱼子酱牛皮的 是选择了金色的hardware 之前其实我选择都是羊皮的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cavier 鱼子酱牛皮的包 非常非常的期待 其实这个说起来买的还有一点点一波三折 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疫情原因嘛 所以很多的商场啊 其实进去购物的话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库存远远不够 必须要等待 所以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个waitlist上 然后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等了差不多得有三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样子 然后终于得到一个短信说 现在有货了就可以把它寄给我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虽然说我知道这一年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因为完完全全就是现在只能待在家里 没有办法回国 也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亲人 知道很多人其实现在真的因为疫情的原因 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 怎么说呢 guilty 在这种时候还在购买奢侈品之类的 我只是想在我的频道上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快乐 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对生活的小小的记录吧 很开心 谢谢我的老公 还有我的女儿 哦你在对我笑 在这里快乐的吃吃起司 对不对 当妈妈收到那个短信的时候 你还快乐的拍起了手 对不对 好看